在这节新闻一开始 我们首先来带您关心的最新现场消息 台中有袁警因为不满被销架 结果来到了台北来支援不冒抗议现场的时候 竟然是在个人脸书上头发表了不当的言论 说是要对抗议的女民众不利 结果遭到了网友肉搜 而上午这名袁警所属的分局也出面 立刻替这名袁警道歉 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燕盈 告诉大家目前的最新状况 好 只不过各位观众朋友 那么最近网友疯狂转载 在袁警在自己个人脸书上出现的不当的言辞 所属分局经过网友肉搜出来 所出现的袁警编号8280来找出 这名袁警其实就是石九甲派出所的袁警苏森辉 那么今天因为考量他心情不嫁 原因是让他休假 那么是由所属分局的副分局长来出面代替他 道歉来听一下副分局长怎么说 因为有警察遭受到非理性民众的肢体冲撞 因而激愤在他的个人非公开脸书上发表一些讯息 对这些讯息里面有涉及到非常不当及偏激的言行 招网友来转载我们造成社会负面的观感 我们这次我们深感抱歉 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呢 这一名苏姓袁警其实呢 他在21号当天呢是休假的 不过呢因为要北上来支援呢 因此呢他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言论呢 那么他北上支援了三天之后呢 觉得心情相当的不满 因此呢也出现了一些不雅的字眼 那么所属的分局在经过调查之后呢 已经将他呢 记了申戒两次 那么上次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内直播 好谢谢怡怡的连线报道 我们看到这一名彭文的警察呢 已经遭到记两身界的处分了